你不有钥匙吗 没带 我让韩乔你不对了 我怎么不对了 当初是你要离开我的队呗 你好好过你的日子去 你又回来干啥 这说咋回事你要出这 妈妈 别叫 妈妈 妈妈要跟叔叔说几句话 你先到屋里去待着好吗 不怕不怕 没关系 孩子都想回家 你带他回家去 李强 你听好了 你要是吓了我儿子 我跟你没完 我咋就纳闷了 你咋就能这么理直气壮了 这是在我家 我想大声我就大声了咋了 也是我家 我也有一半的权利 你是不是觉得当初伤害我 伤害也不够啊 你是不是觉得当初伤害我 我承认 我是伤害过你 可这两码事 行那你就坦白说吧 你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啥 我说你笑啥笑 有啥好笑的 我想从你这儿得到啥 我当初在你这儿得到过啥 我后来走的时候 又从你这儿拿走过啥 真是的 咋有一点咋要讲清楚 当初走是你自己选择的 对不对 你还有一点估计 你就别回来了 知道不 我说理想 你是不是非要用这种态度对待我 你才快乐 我告诉你韩清 你现在这样 我只能用这种态度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 走啊 别在这儿待着 你越是这样 我越要留下 你别以为你在这儿耗上我 我就能容忍你啊 我现在告诉你 我命令你马上拎着你的箱子 从这儿给我走 你听好了 这儿也有我的一份 不走是不是 我替你拎你行李 妈妈 疼我 你干嘛呢 你儿子 我给你儿子 这门口 你还愣着干啥 还不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 儿子没事 忍着啊 医生他说没事 小孩磕磕梦正常 你闭嘴的你 不是你的孩子 你不心疼是吧 行行行 我嘴欠 我活该行了 你就是活该 是不是这年没人跟你吵架 就养成了 对 行 给你孩子 我该走了 干嘛你 啥干嘛呀 我有事啊 你把孩子头碰了 你应该负责到底啊 那我是不是带孩子到医院来看了 是 你还应该把孩子送回去 哎 我说你这人 我不能有点别的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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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给你吵 那行 好吧 你把钥匙给我吧 什么呀 装什么傻 房间的钥匙 我凭啥给你房间 凭啥 那房子一半是我的是不是 韩靖儿 你别跟我来这套 你给不给吧 我不给 不给是吧 你干啥 你要不要你孩子啊你 来吧你 你干啥 喝水呢 我这里在我家 喝不喝水 我自己弄 真不知道好歹 你不觉得这样布置一下 温馨多了 韩靖儿 你跟我说一下实话 是不是在外面混没下去了 才想不到要回来找我 我要说是呢 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节奏 当初我是不是又跟你说过 你跟那姓总的走没啥好下场 你看看你现在 这这这 是是是是 小点是 你再把儿子给吵醒了 难道你跟了他这么几年了 这王八蛋连套房子 都没给留下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们俩 不是别的关系 只是合作关系 你合作屁呀 骗谁 咱俩离婚你不是因为他呀 我说什么你才能相信呢 咱们俩离婚 更多的是因为你不让我出去干这干那的 我是逼不得已 行了行了 你一个演员 演戏是你的事 做这做那 你那十几年工就那么丢了 不觉得可惜呀 可惜 可演员是为了观众 你自己说说 琴枪的观众剩下了多少 不是这做人总得坚持点啥吧 那是你的事业 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你拿什么坚持啊 还坚持啊 行了吧 那你看看你现在这样 出去混这么多年 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混出来 五年了 这就反过头来 来搅和你前夫的生活 你不觉得自己很失败吗 秦马 我做过一种尝试 这也挺值得的 得得得得 还要拿出来炫耀呢 都混成这样 我个 明确告诉你啊 复婚不可能 我不是来找你赴婚的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我也是认真的 那好 那我就放心了 这心里也就踏实了 知道你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你放心 我也不可能 眼看着你们这挨饿不管 是吧 那你得让我想想 要怎么帮 啊 喂 咋啦 行行行我马上过来 我说现在有事儿得去处理一下 处理完完就回来 再跟你谈你这 何去何从的事儿 啊 凯青 他们走了吗 哎呀 我今天在家正处理这事儿 这事昨天就急活活把我叫来了 我一会回家 就把这事儿理办了 行 不过这种事啊 你最好是自己处理干净点 别拖泥带水的给自己添麻烦啊 你放心 你 还不够采摹 我看残青啊 现在好像混得还挺惨的 你也知道 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善良 什么意思你 我可没别的意思吧 我就是想 这顺手能帮他忙的就帮他一下 你说吧 你可别想歪了 我真没别的意思 行 你自己看着办吧 反正我爸妈可是要来了啊 这事我都想好了 你爸妈来啊 一定要让他们吃好玩好 我到时候联系一下我这些哥们 找辆车 带着他周围的景点好好转一转 我爸妈没那么多讲究 他没有 我得有 那我得好好表现表现 你说呢 可就这段时间你说这么忙 我就怕他们来 万一再抽不出时间陪他们 要不 咱们下个月再来 我真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好好孝敬孝敬 我未来的老丈人丈母娘 咱们晚上一块吃饭吧 别一块吃饭了 我还是早点回去 把那事处理了 来来来 嘴我给你画 过来 我没有想让他吃饭了 就不想让他吃饭了 那就不想让他吃饭了 我把那是要吃饭了 我可以给你画面 我可以画面 我已经花了 我给你画面 我可以画面 我现在的这个地方 我可以画面 有一个你画面 我可以画面 我可以画面 由我画面 这玩意是我儿子的 来 你先吃 油泼面 小子 有口福啊 你妈做的油泼面可是一绝 我来给你拌 走 会吃面吧 吃面 一定要把条肉拌匀了 拌匀以后呢 还不能吃 这一定要热一个 你得一直这样拌 拌 拌 啥时候把嘴里拌的呀 都是口水 这滴一口啊 怎么是香啊 大致 没关系 妈再给你下一碗啊 叔叔先吃啊 出馕鲁我给你拌 说一会儿给你拌 不是 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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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我 你 不 你 你去城堂里 我说是谁想想没事乱嘎喇叭呢 怎么着 今天来休息 今天不行了 我待会还有个会 我改天再来 你要去哪儿我送你 不用了 我去随便吃点东西 是吗 我还正好要吃点东西去呢 要不咱们一起吧 请吧 好吧 行 来 来 妈妈 我吃饱了可以去看你给我买的书了吧 可以去吧 这女孩 那女孩 跟你一样 男的 我知道她是一男孩 看你把一男孩 养得跟一小姑娘似的 哎 从小到大身边也没个男的 哎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带她出去玩吧 这样对她也好点 哎 你说啥呢 我带她出去玩 我说你这人咋顺杆爬呢 我带她玩我凭啥呀 不带就算了 吃完了吗 没喝完呢 那好吧 你待会儿自己玩了以后 自己把这周围都收拾一下啊 我说凭啥让我收拾啊 就凭你白吃白喝啊 哎 你等等韩清啊 你搞清楚了啊 知道咱俩现在什么关系吗 不喜就算了 咱俩现在啥关系都没有 知道不 你现在是借住在我家 别弄了那一家人似的 还我收拾一下 咋啦 受不了是吧 哎 我这样你是不是算受不了啊 真的受不了你真可以不受 那我也是没办法知道不 不知道 你设身处处替我想想怎么就知道了 我说咱俩离婚五年了吧 啊 离婚五年 这是个事实 你说你这儿突然回来非要住在这儿 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呀 咱俩可是已经离婚了 你要人院里人咋看呢 啊 还就不管别人咋看呢 你说你让我咋跟人敞碰 人没招你没惹你没伤害你 好好跟我谈着恋爱 人凭啥要扛这事呢 我这人又平常老得哄人家骗人家 可我不哄行吗 那你说他要万一知道我来骗他 他得多伤心 再说了 哎采蒙父母说要来见你 啊这我领回家来一看你在这儿住的 像话 我说你咱俩好歹也夫妻一趟 你不能把我往火坑给他 既然咱俩真的夫妻过一场 那你干嘛不能为我设身处地的想象呢 你说我带着一个孩子 回到我原来的家 由我一半全力的这个家 我住下怎么就不行了 可我说你这人咋就不讲理了呢 既然你那么那么那么看重道理的话 你为什么就不讲理了 你是不是没事什么事啊 哎李响 我不就让你刷个碗嘛 就引出你那么多的话来 你不刷就算了 我说这不是刷不刷碗的事 我就是觉得你在我这住着不合适 人有闲话 咱这都离了婚了是吧 我跟你说我也想过了啊 我也不能说这房子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可你不就是来度假吗 我掏钱在外边给你租一套房子住 行吗 要再不成你自己找房子 还是我出钱 你要是手头实在紧的话 三千五千的我也拿得住手 只能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钱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我住这我觉得挺好的 你觉得挺 那中南海还好 你咋不住中南 中南还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这个家跟我有关系 租房三千五千你多大方 我给你三千五千 你搬出去住算了好吗 我告诉你李翔 这也是我家 我愿意在我自己家住 这是我的权利 你没资格跟我谈走的事 你这你能在哪修炼哪 刀枪不入呢 刀枪不入呢 谢谢你啊 程天理 太可敌了 赶紧演出去吧 嗯 再见 再见 对了 你说能投资拍戏的事 不会是开玩笑的吧 先让我看一下剧本 如果能跟我们酒厂的宣传挂上钩 问题不大 好 那我明天就把剧本给你送过去 好 打电话 再见 再见 安静 我也不想跟你这儿糊里糊涂 不明不白的没个结果 这笔账我可以跟你算清楚 既然你那么想跟我算清楚 好吧 那咱们之间也别顾忌什么了 我倒是听听你是怎么算的 行 我先告诉你 现在这套房子是团里分给我 当时是按一千五一平米 以前那套房子五十一平米 我就算它全部属于你 折算下来 应该是七万六千五百块 对不对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你也别觉着自己会吃亏 你放心 我也不会欺负你 白占你的 我把钱给你 你从这儿给我搬着 你倒是真会算 你的意思就是 我原来的房子值七万块钱 那钱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那你想要多少 我告诉你 韩清 你别想讹账我 我这么算是你这套房子的最高价值 我这几天就把钱给你筹来 要也好不要也好 那是你的事 到时候拿上钱 带着你儿子 从我这房子滚出去 李翔 你想干什么 妈妈 我警告你 别当着我儿子面吵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